好,我們來看一下遠距教學裡面收音的很重要的環節 首先收音要有麥克風 那所以請各位看一下你的電腦的右邊下面這個喇叭的圖案 請你按右鍵 這邊會有一個錄音裝置 請你把它打開 那或是從開始的控制台裡面的聲音 這邊點過來也可以,都是同樣的地方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麥克風選項 這個麥克風呢,如果這個聲音的部分它上面有四個夜圈 那播放這個地方是喇叭的部分 那麥克風是在錄製的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你的電腦裡面有兩個以上的麥克風 就會都會出現在這邊 那同時你在講話的時候 它應該這個綠色的這個LED的bar會往上跳 那跳的越高表示它的這個收音的效果越大聲 那跳的越低表示收音的效果越差 那像現在兩個,這個是耳麥 這個是耳麥,所以你看它收音的效果沒有很好 除非我把它講得很大聲 但是這個是我們另外外接的網路攝影機 這個收音效果就很好 那我們在錄音的時候要注意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 你的電腦如果有兩個以上的麥克風 我們必須要留一個就好 留一個就好 那尤其是在遠距教學的時候 如果你兩個麥克風 它可能會有干擾的現象 好,那所以我們 我們就使用這一個外接的 外接的這個網路攝影機的麥克風 那所以我們要把內接的 這個就是耳麥 就是電腦上面插孔上面所插的耳麥的部分 要先把它關掉 那關掉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在這邊直接按右手 按右鍵 右鍵這裡有一個停用 你直接把它做停用的動作就可以了 那所以留一個麥克風 留一個麥克風 千萬不要有更多的麥克風 好,那一個麥克風呢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你要確定你收的音量是不是夠大 是不是正常 那像現在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這個LED的把會從第一格跳到 大聲一點 它會跳到這個最上面 那基本上這樣的聲音 就蠻正常的 就是在你講話 平常講話的時候 它會在大概五六七這樣跳動 這樣的聲音是蠻合適的 那如果說你的 你的那個 教室裡面 你還有裝 擴大機 有裝那個喇叭 那你這邊就必須把它設小聲一點 因為加上喇叭之後就會變很大聲 那所以我們直接點兩 快點兩下進來 這邊會有一個設定的部分 在等級這個夜遷 這裡是可以做大小聲的調整 你如果這邊調的越大 表示收音的效果越靈敏 那如果你希望它收小聲一點 你就要往左邊調 特別是在你教室有裝喇叭 有擴大機 聲音會比較大聲的時候 我們聲音就要往左邊調 這樣子在跟 遠距的各校在互動的時候 才不會特別的大聲 所以這邊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你調好之後 假設我現在把聲音往下調 調到比較小一點的聲音 按確定 那你會看到你這邊收音的效果 就會比較小聲 但是當然如果你有喇叭的話 這邊就會往上跳 那如果說你是沒有在用喇叭的場合 那我們就要把這邊 等級這裡就要往右邊調 它就會變得比較靈敏 就會變得比較靈敏 所以這要看你現場的需求 來做聲音的調整 那也不要把它調到每次都到頂 這樣子會有那個破音的現象 大家聽起來耳朵會不舒服 會太大聲 所以這個地方 有兩件事要特別注意 就是第一個 只要留一支麥克風 另外一支要關掉 那第二件事情 就是你的收音的效果 要盡量讓它在正常的範圍裡面跳動 這個要請各位檢查一下